9月9日,记者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看到,受台风摩羯影响,该园区草木多数折断倒幅,动物展区破坏严重,设施设备严重受损。目前,电力和通讯仍未恢复,园区工作人员正加紧清理路障,修复园区。 据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董事长上小介绍,此次台风摩羯对园区造成很大影响,但园区内动物无一受伤,一切安好,情绪稳定。 此前给动物们储备的食物饲料,目前也能满足所需。 据大熊猫保育员李清介绍,台风摩羯未对大熊猫两兄弟造成影响,目前能吃能睡,活泼依旧,状态如初。 园区用发电机保障大熊猫展馆空调供应,两兄弟生活习性目前不受影响,只不过室外展区因台风损毁,两兄弟暂不能到室外散步。 哥哥呢,是相当比较淡定的,他会趴在那个,特别是那个场地靠近那个下雨那个地方,他会趴在那里听,因为哥哥向来喜欢听的雨声。 哥哥呢,弟弟呢,他是就在床上睡觉,或者他根本就不会去好奇这些事情,只有哥哥才好奇。 台风后呢,那肯定呢,第二天反正和以前都是一样的生活,反正就说对他们的内心影响,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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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